Twitter是美国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2020年受益于疫情 Twitter的股价和其他社交媒体科技股一样表现优异 今年表现也不错 股价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涨20%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大量使用Twitter治国 大大推动了Twitter的普及和流行 特朗普离任后 Twitter在美国的日活跃用户便开始负增长了 Twitter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竞争对手是谁 有没有投资机会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析一下Twitter的优势 弱点 机会和面临的挑战 最后是我对于投资Twitter的一点点思考和看法 先说说关于名字Twitter的来历 Twitter是一种鸟叫声 流合网站短 频 快的内涵 因此选择了Twitter为网站名称 Twitter的logo是一只蓝色小鸟 2006年 博客技术先驱Blogger创始人伊万威廉姆斯 Evan Williams创建的新兴公司 Obvious推出了Twitter服务 Blogger公司是互联网上的第一个博客系统 Blogger后来在2003年被谷歌收购 目前还在开展服务 只是已经日趋没落 估计年轻一代已经知道的不多了 Blog的意思是网络日志 中国大陆翻译成博客 台湾翻译成部落格 在博客方面 中国做的最好的是新浪博客 目前新浪博客也已经没落 其光环已经被新浪微博所掩盖 Twitter所做的是博客的一种 但是更加强调新闻性和及时性 Twitter可以让用户更新不超过280个字符的消息 这些消息也被称作推文Tweet Twitter被形容为互联网的短信服务 每一条推文其实就是一个简化的博客 也叫微博 博客类似于网络日记 往往是按照天更新的 而推文则是即时信息 每天往往发很多 Twitter特别适合来提供当下全球实时事件和热议话题的讨论 在Twitter从突发事件 娱乐讯息 体育消息 政治新闻 到日常资讯 全方位地展示了故事的每一面 在这里 你可以加入开放的实时对话 或观看活动直播 中国的新浪微博和Twitter的功能几乎完全一样 你如果没有用过Twitter 你完全可以把Twitter想象成新浪微博的样子 在后半部分 我再详细说说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区别 2013年11月7日 Twitter在纽交所挂牌上市 开盘报45.1美元 到8年后的今天 其股价也不过就是60多美元 与Facebook和Snap比起来 Twitter的创立时间和上市时间都早不少 但是股价却表现比较平平 介绍完Twitter是干什么的 接下来我们把视野抬高一些 深入行业和互联网技术发展大趋势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一下Twitter 以下是我对于Twitter的一些看法 这里就优点和缺点一起说 并和其竞争对手进行比较 第一 Twitter的产品叫做微博 英文是MicroBlog 微博是一种更加短小的博客 微博的特点是能够更加快速地传递消息 博客是个人网站发展的新阶段 出现在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 个人网站的问题是 这个人需要懂得如何架设服务器和WebServer 知道如何设计个人网页 个人网站对于一个人的技术要求太高 于是博客网站出现了 博客网站提供了一个模板 博客只需要利用这个模板 添加文字和图片 就可以生成一个可以及时更新的个人网页 在美国博客做的最好的是MySpace 可惜后来没落了 刚才提到的Blogger也曾经风生水起过 在中国新浪博客在博客方面做得最好 以前我炒中国股票时 大约是2007年中国股市最兴奋的时候 每天开盘前打开电脑 第一件事就是看新浪的老沙博客 后来微博取代了博客 为什么呢 因为博客的分享和交流功能弱很多 那时网站大多数不需要登录 人们是不登录看博客的 导致了转发和评论比较难 系统也无法主动给你推送内容 微博类网站是需要登录的 有大量的互动 通过关键词 系统很容易把内容的需求和攻击匹配起来 所以 Twitter取代的是博客和在中国曾经非常火的论坛 即BBS 换句话说 Twitter采用微博方式 比传统的博客和论坛能够更好的组织 发布和分享内容 因此 Twitter是Blogger和MySpace下一代产品 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 Evan Williams同时是Blogger公司和Twitter公司的创始人 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天才 第二 大家常说 Twitter是社交媒体公司 其实社交和媒体区别还是不小的 社交更多的是在朋友 同事和家人之间进行的 Facebook是典型的社交网站 在社交网站 你添加的是朋友 媒体是一对多的 即一个网红对其粉丝 Twitter和微博都是典型的媒体网站 在媒体网站 你是一个网红的粉丝 你follow或者订阅一个网红等等 YouTube也是媒体属性更强 例如 你喜欢老科谈科技股频道 你是订阅此频道 却不是添加老科做朋友 YouTube和Twitter的区别在于 YouTube并不强调及时性 Bilibili的特点是弹幕 即在视频上显示动态的评论 这就是在媒体属性上 增加社交属性和社区属性 这里就不多说 这些产品的特点了 Twitter更加适合突发新闻的讨论 特朗普也是利用Twitter 来向人们传达他的观点 Facebook使用的是信息流 当你打开Facebook Facebook推荐给你的最多的是你朋友的各类更新 而新闻时事却比较少 同样 你在Twitter往往是查看最新新闻 和看看明星动态的 你并不需要在Twitter上 和你的朋友家人互动 所以 Twitter和Facebook 并没有完全在一个细分赛道上 Twitter在媒体细分赛道上是领导者 同样 在中国市场 新浪微博和微信的竞争也是错位的 微信更多的是社交属性 而新浪微博则是媒体属性 所以 Facebook再厉害 也不可能完全取代Twitter 因为他们的细分赛道其实是不同的 他们是错位竞争 第三 我认为Twitter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基于信息流的新闻推荐 信息流的生成是基于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的 在美国 Google News就是典型的新闻类信息流 因为Google对于你了如指掌 所以 能够越来越精确地给你推荐最新的时事新闻 包括政治的 财经的 娱乐的 体育的等等 在中国 新浪微博这几年也不温不火了 也是由于头条的崛起和挑战 从论坛 到博客 到微博 到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流 这是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 当然从追星的角度 Twitter和新浪微博仍然是最好的平台 第四 Twitter以文字为主 而且到现在还有字数限制 其原因是 以前手机发短信也是有字数限制的 我个人相信从文字 到图片到视频 是社交媒体的大势所趋 新浪微博已经没有字数限制了 而且允许大量使用图片 甚至视频 甚至还引入了直播 Snapchat则直接以图片为中心 Pinterest也是围绕图片展开的 Twitter这些年则变化不大 我感觉这种以文字为主的新闻呈现 和讨论方式有些落伍了 早年发Twitter的人仿照手机的短信 为了节约字数 大量使用高度简化的英语缩写 读起来非常不方便 所以 Twitter以文字为主的方式并不先进 从以上四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从BBS论坛到博客 再到Twitter 使人们获取和分享信息 更及时更方便 这是时代的进步 但是 这几年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流技术 以图片和视频为主的媒体类型 使Twitter有些过时了 可见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又比一浪高 最后 我们看看Twitter的财务指标 并讨论一下其估值 Twitter的财报清晰易懂 而且有非常详细的同比和环比数字 我非常喜欢Twitter财报的组织方式 Twitter已经实现了盈利 Seeking Alpha网站显示 Forward市盈率为73倍 和其他公司比较一下 Snap的Forward市盈率为231倍 Pinterest的Forward市盈率为51倍 Facebook为25倍 他们几个都在数字广告领域赚钱 所以市销率也非常有可比进 如果你看市销率的话 Twitter的TTM市销率为11.5倍 Pinterest为15倍 Snap为39倍 Facebook为9倍 Twitter的市值目前只有530亿 高于Pinterest Snap的市值是它的两倍多 Facebook是它的近20倍 几年前新浪微博的市值 曾经超过过Twitter 现在又被Twitter赶超很多了 目前新浪微博的市值 大约是Twitter的五分之一 Twitter相对于新浪微博的最大优势 是Twitter有广阔的国际市场 而新浪微博的市场完全就在中国国内 Twitter的最歇二季度营收 同比增长74% Snap的最歇二季度营收 同比增长116% 连相对稳定的Facebook的最歇二季度营收 同比增长都有56% YouTube二季度的营收 同比增长是84% 所以Twitter营收在快速增长中 但和同行业比 其增长也并不是非常快 对于其估值 我也就说这么多了 横向和同类型公司 比较是最好的估值方法 我自己的感觉是 社交媒体和数字广告 是非常好的两个赛道 所有的这个赛道的公司 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长远看 Twitter的前景不如YouTube和Facebook 总体和其竞争对手比 其估值也在合理的范围 但是也并不便宜 所以我的策略是场外观望 不急于入场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随着疫情的改善 Twitter很难重复去年那种辉煌了 只有其股价出现更多较大幅度的调整 并明显感觉便宜时才会考虑入场 至于什么价位才是入场的合理价位 投资者要自己做功课了 二是刚才分析了Twitter的劣势 尤其在社交网络行业的发展大趋势上 Twitter属于有些过时的技术和产品 我相信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流 和以图片视频为主的社交媒体 在未来的竞争力会更强 我不是特别喜欢关注这种有点过气的公司 Twitter也蹭不上元宇宙这个大热点 同样 在中国 新浪微博的发展势头也已经见顶了 在社交网络和媒体这个赛道 我认为Facebook应该是最稳定的选择 YouTube也是前途无量 关于Snap的分析 请看我的第126期 关于Pinterest的分析 请看第130期 我这期做Twitter的原因之一 也是想让社交媒体赛道和数字广告赛道的投资者 对于这两个赛道的公司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是Twitter的用户 或者新浪微博的中毒用户 欢迎分享你对于这类社交媒体的看法 都看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并点赞吧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by bwd6